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坐下一場賽事 請觀眾資訊 不要錯過 這場比賽的轉播 林教授 你好 商園群很高興威尼邀請到 是中華男藍隊的總教練 同時也是今年的幫助 胡苑建築籃球隊 在SBO超級籃球聯賽 拿下三連霸的許靜哲教練 陪同大家一起來看球 教練 你好 許靜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稍早已經進行完了一場比賽 稍早的比賽最後是由南山高中獲勝 所以南山高中目前在這個決賽 取得二連勝的成績 松南高中在昨天的是擊敗對手 對宋南高中目前也有一勝的成績 能仁昨天吞敗 能仁是零勝一敗 而南虎則是零勝兩敗 看一下兩隊所排球的先發球員 宋山的由許軒瑜 另外有李昀晨 孫思瑤 再加上陳偉珍 再加上九號的丁勝如 能仁加上的則是有陳柏宏 另外呂嘉誠 李冠義 再加上賴英傑 以及九號的吳彥如 這是兩隊所排球的先發五人 這場比賽呢 能仁加上的是身著紫色球衣 而宋山高中則是他們白綠色 象徵他們球隊傳統風格的顏色的球衣 現在比賽開始 第一波進攻 許軒瑜在籃底下 他在中距離要單打的時候 結果被蓋了一個火鍋 我想這場球我們可以特別注意到李冠義 因為李冠義 能仁的李冠義是 他們唯一先發五人 唯一是今年還可以打雅清選拔賽裡未選手 所以為什麼能仁昨天會敗給南三 是有他的原因在 因為能仁他們比較有經驗的選手 其實只剩下李冠義 其他的選手非常有機會 非常有條件 可是畢竟還需要一些時間來磨練 對 像他們的先發中鋒 十九號的賴英傑 賴英傑 在今年的高中籃球聯賽的時候 他也是算騎兵的方式來出場 但是現在的賴英傑 將就要扛球隊先發中鋒的位置 對 其實李冠義他不能打到五號位 就高中來講是可以 可是打到不要講是更高等級 在SBO裡面 在UBA裡面就已經必須要立刻的轉型 不要講轉到四號 甚至他一百九要轉到二號跟三號都不為過 所以其實李冠義 就是現在能仁的十四號球員 我們在今年的高中籃球聯賽 跟他去年來做比較的話 蘇也已經看到就是 林玉璽教練對於他的一個想法 讓他有這種轉型 而且比較有多外圍投籃這樣的一個成績 沒錯 其實我想就是這種四五號選手 你要轉型並不是只有投三分 你的運球控球傳球能力都必須要去加強 不是說一個四號球員你要轉到二號三號 只是會投三分線 就代表你可以轉成功 許教練是不是再提一下 你剛剛說講到的運球傳球等部分 都還要再加強 對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如果能夠打到封線二三號球員 你的突破能力是最重要 而不是三分線能力 其實一個射手啊 比如說我們講玉龍的呂鎮魯 他也是有高低起伏 可是如果他當射手 他被對方封死的時候 你還是必須要一些其他的進攻的能力 跟進攻的武器 才能讓你繼續留在場上 是 底線三分球出手不進 開局目前送單高中的是四比三 暫時取得一分的領先 切入 再往外轉移 有了 這是背號六號的呂佳 呂佳誠出手得分 這邊很快的送單高中也還以顏色 送單高中六號的李昀誠 外向出手得分 開局兩隊的把握性呢 外圍把握性還蠻高的 七比六 一分差距 能人加上背號六號的呂佳誠 他之前在劉仁豪 這個高雄 然後到準決賽那個 腳受傷的情況下 頂替上來打了很長一段時間 是 其實我發現能人的球員 他們的比賽經驗非常的夠 所以其實每個球員在場上的時候 都不會有任何一些 雀場的狀況 或者比賽經驗不足的狀況 最重要能人他們不管在訓練或比賽 其實他們打了非常多的比賽 所以相較於其他跟高中的選手 比較起來他們的比賽經驗都顯得更為豐富 是 這個球李冠英的一個後側步 向後跳的出手得分 8比7 現在能人加上取得1分領先 夾得很快 出關高中 在籃底下 轉身 出手單打不進 但再抓進過籃板 許建宇出手沒有 對 其實孫思堯剛剛這個動作有點可惜 他拿到球第一下 其實對手防守還沒有上來 他反倒自己運球擠進去的時候 對手防守就貼得上來 其實現在選手應該要自己知道 在你接到球的時候 就必須知道防守者在哪裡 這樣如果你有立即去做一個動作的話 我想防守者還沒來 你提早去做一個跨步 甚至是一個出手的話 你的命中率都比防守者貼上來的高 身高200公關的孫思堯 他是黃偉龍教練的所辦這個feature style 未來之心訓練營當中挖掘出來的常惹 好 9比8 孫思堯高中現在取得1分的領先 加上外線出手 兩個隊的一開賽的外線能出手機會 或者是命中率都非常的高 而且在出手完以後都立即去做一個全場的防守 藍底下造成的犯規 而且還有加罰的機會 這就是我講理關於勢必要轉型的原因 我們看到他現在對戰的是一個存五號的一個中鋒 就是他現在這樣直接跳起來 根本還碰不到人家出手的一個球的位置 是 孫思堯的身高有將近200公分 對 那如果現在是U18選吧 你打到國際上 甚至孫思堯這個出手 對到中國隊 甚至你對到伊朗隊 是210公分的選手 那叫190公分該如何去做防守 中華雅清隊友也曾經在這個 應該是兩三年前 應該說四年前吧 那時候曾經拿下過這個前三名的成績 然後來去打到這個世青散 那一年比較特別 因為是男女籃呢 都打進了這個亞洲的前三強 那上一屆呢 上一屆2012年的時候有點可惜 前面講的是2010年的時候 昨天拿下過前三名的成績 2012年的輸給日本 輸掉那一戰 雖然我們的戰績的比日本還來得好 但是最後是無緣講話 對 我想在2010年那一年就是黃安榮當總教練的時候 黃教練其實帶領球隊進到前三名 然後也順利去取得四輕賽的一個機會 那他也跟我聊 就是四輕賽看到了更多的不同 就感覺到自己國家的渺小 真的真的 他們當時到斯洛維尼亞 對 所以他去的時候發現說 哇各國的球員的高大 各國的球員的打法 跟我們在亞洲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樣 是不同等級的 對 完全不同等級 那一年這個中華亞青藍藍隊 是去斯洛維尼亞 好 就是現在太陽隊的後衛 郭文卓吉他的母國 對 女生是去智力 那相信那一年男女的教練和球員 都是大開眼界的 的確 好 現在場邊喊暫停 目前比數呢是14比12 男人加上了是取得兩分領先 好 謝謝 我來為大家 考慮一下 感谢观看 十四比十二取得两分的领先 刚刚提到说2010年的时候呢 当时男女的代表队友都曾经 取得亚洲前三名的成绩呢 进入到了世青赛 那像现在大家所看到这个U18 就是U18 18岁以下 在这次比赛也只有在1996年 1月1号之后的出生了 才能够报名参加 那如果说再取得 这个亚洲前三名的话呢 将可以在明年去打 U19的世青赛 18就变19 因为你这批球员 就会变多了一岁嘛 所以就变成叫做U19的世青赛 那像2013年这个U19的世青赛 最后拿下冠军的是9年式的美国队 那一年世青赛 也就是去年世青赛的MVP 这个Aaron Golden 都将在今年投入NBA的选秀会 对选秀 所以今年NBA的选秀真的非常的值得期待啊 因为他们今年有非常很多NCAA的选手 在念了一年甚至两年的大学 有最好的选手全部都投入今年的选秀 那这个NBA选秀今天正好是NBA的LATRORIA 就是乐透区的抽签了 待会大家也可以来锁定 我来体育新闻的NBA整整的来看 这一则相关报导 今天让大家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骑士队 右手中 对 只有1.7的几率了 他的几率是1.7% 不是1.17% 1.7的情况下他四年来第三度重撞圆签 对 可是重点是他要选队人 去年他也是撞圆圆选到一个人 也是完全就是白选 去年选的是Anthony Bennett 但表现不佳 那四年来三度选到撞圆圈 2012年选的就是Kerry Irving 对 今年骑士队又有撞圆圈了 而且今年据了解是选秀大年 17比14 所以我想也透过这个NBA 因为现在NBA跟国际籃总交流也很多 主要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真的你真的到世界级的比赛 你就会发现真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是确 其实去年我们牙锦赛打到后来 我们当然很希望能够进军今年的西班牙式比赛 就世界杯 改名现在叫世界杯 可是也真的是最后一场球 球员也放进了气力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我一直拿黄二龙黄教练当我的目标 偶像 他带球队去打四青赛 我也想办法他带球队能打世界杯 是 外先出手得分 20比16 能加上现在是取得四分的领先 陈博侯目前能在手前拿9分 两队友 其实 可以看出来真是训练有素 因为他们几乎在防守有对位的情况下 但他的对应能力还很强 对对抗能力 还有他们外线其实都有对位有对上去 然后同时还是被他们投进去 这两支球队 传统的球队 特别是松山 这里都是防守能力一流的球队 进区 有人犯规咯 能人现在在第一阶的犯规有点多 所以现在只要犯规的 就要让对手进入到加伐状态 孙思遥要来罰球 对我记得上一场 在转播到松山比赛的时候 孙思遥基本上都是进攻犯规 可是这场球 我觉得他应该也去做立即 包含教练团的一个告知 包含他自己动作一些改变 所以他现在平民造成能人自己进去防守的犯规 一个是进攻犯规 一个是防守犯规 这是非常大的不同 有害怕 2分55秒 第一节比赛高一段落 目前能加上的20比18 暂时取得2分的领先 好 另外除了這個松山除了十號的高國豪上場之外呢 現在十三號的陳偉珍再重新回到場上 然後畫面上看到就是今年的中華這個雅欽呢 就是U18的總教練的林玉鎮教練 那女生呢 雅欽女藍呢則是石超捷教練 這是今年這個青年代表隊的男女的總教練 常備現在喊出暫停 來 邀群那邊叫問題 來 OK 叫誰 這裡 來 耳珍在這裡 就會傳 這裡 來 郭豪一傳給偉珍 雲晨在這裡 Shokona 這個是蔡柏 這個人就到這邊來了 來 這樣等我 然後這一個苗籃球一點點 讓這一個人來收你 OK 然後誰 郭豪就在 然後 由... 呃... 優漢 傳給偉珍走 郭豪又在這裡了 OK 這樣聽懂嗎 好 這裡 然後苗籃球一點點 往上運 往上運 讓這個 往上運 不要超過這發射線 然後直接在這邊 那這時候對角上衝 看 看這裡 給這裡秀 好 這樣聽懂嗎 倒一次 倒一次 給 苗籃 看久一點 這根先動 這根一帶 來 OK 不行 外面滾滾 還有兩分五十秒鐘左右 第一節比賽高段的目前是二十比十八 雙方現在是兩分的差距 男人加上昨年是七十九比九十二 輸給了南山高中 松山高中則是七十四比六三 在昨天是戰勝了南湖高中 高國豪大一步之後集挺 彈進 我這幾天一直在觀察高國豪 他除了他自己進攻能力之外 他的防守有沒有進步 因為他對所有媒體是說 他願意選擇松山高中 是因為他想要加強自己防守的能力 因為他自己知道他進攻不錯 然後同時他想要去 可能是跟松山高中黃教練 多學一些防守的觀念跟防守的動作 能夠幫助他以後更進步 這邊先來看一下裁判應該是吹彩線 松山高中的六號 李雲誠的彩線 不過這邊也請許教練來談一下 您的看法 那我先講就是說 我想問的就是說 像高國豪這種天分的球員 就是說他剛剛說 他當然想學習一些防守 那我想說這會是最重要的嗎 或者說我可能提出 我自己的一個 一個不算質疑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說因為 艾伯森 艾伯森也很少 他有在防守 但他超級能力很強 是預判的 但是他其實也不是一個所謂的 就是 他是用一個預判性的防守 他也不是說 防守能力特別頂尖的球員 我的意思是說 高國豪最重要的 是不是還是他的進攻的部分 還是說 你覺得他這樣 感覺是比較正確的 我覺得要看他 他必須要選擇一個 對他最有幫助的學校 所以有幫助是說 不管你想要學的是防守 還是能夠讓你上場 我覺得高國豪如果去到一個學校 基本上他這個位置就是滿的 他上去都是以第二號第三號先的狀況 去做輪替的話 對他的信心會有很大的打擊 同時他是一個 真的非常有天分的小球員 那如何在一個球隊當中 凸顯他自己的價值 那剛剛您提到一個防守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以現在看起來 他在這邊防守的能力算是不錯 不會隨便被高一高二 他的學長去過 所謂的學長是 能人加上的學長 能人是包含歐斯組也好 或者其他的控球也好 在今年聯賽的一個洗禮 其實都是非常成熟的 可是我剛剛並沒有發現 高國豪有隨便被過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高國豪他有自己的想法 最重要是他到這邊去 他不能讓他自己進攻的天分被埋沒 如果進攻的天分被埋沒的話 其實我覺得到這邊 不見得是對的選擇 是 那關於這一點 那黃偉龍教練 是否就是說可能會給高國豪 更多的空間去揮打 會比較理想一些 有 其實這一天我在看他們比完賽之後 有媒體去問黃教練說 那對高國豪你有什麼期待 其實黃教練也基本上也講了 高國豪的進攻能力非常有天分 那如果他去給他一些限制的話 他可能也覺得會對高國豪的往後有些影響 那我覺得以前松山高中收到的選手 像陳順祥是一個射手 那其實陳順祥在高中的 在國中的時候也是遺囑球員 可是在高中的時候也被黃教練 發掘了他的射手的一個天分 所以我覺得有些球員不能去限制他太多 讓他有所自己的一些發揮 像我舉一個例子就是陳世傑 陳世傑其實在高中他就是 一百七十三公分 那大家都說他應該會轉到一號球員 可是當時他二號的天分非常的好 就有自己得分能力跟突破的爆發力 我當時倒是高中的時候讓他是存打二號 然後也順應他 他自己也是說他希望打到得分後衛 那慢慢到了現在SBL等級 他才講說說實話 他到SBL才轉型到真正的存一號 因為有些球員的天分 比如說像現在這個高國豪 他的天分 可能是在一種某種層 某種高度 對 我覺得今年的國中聯賽來講 高國豪的天分絕對是第一名 這也是無人置疑的 那我們也希望他能夠在松山高中 既能夠練好防守 同時呢 在進攻端上當中 也可以繼續保持他的發揮 這絕對是 這未來中華隊的這個 很重要的成員 沒錯 前面發動快攻機會 快攻 有了 這球是動得非常的好 對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 人人的一個經驗 長半吹的是走不為力 不過第一節比賽 是不是也已經到了 在首節結束之後呢 目前比數呢是 28比25 暫時是由松山高中取得領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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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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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 Scripture 主席 主席 第一節比賽打完之後那28比25 現在第二節比賽開始 兩隊真的是高水準的球隊友 這個在首節 防守上其實幾乎也都有在對位的情況下 還能夠得那麼高分 孫思堯打了一個火鍋前面 快攻機會 好球喔 所以立群你覺得孫思堯該不該選出去 這個應該進培訓名單 對 一定要先進去啦 我覺得他的身高的確在高中現在 尤其他除了身高之後他非常的硬 然後他打球其實講真的他並不笨 他非常的聰明 什麼時候該跳什麼時候該做什麼動作 他其實都知道 先跟著練然後看看 其實也會對 如果說假設是先培訓的話 最後他沒被選上 他也可以讓我們的國手提前先適應到常人的對戰 沒錯 沒錯 這是非常重要的 不行我們自己在訓練的時候都沒有碰到這樣的人 你沒有碰到的時候 你到了國外去的時候 其實就碰到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像這個李冠義 他幾乎是 很有可能被選上的情況下 他其實就需要有跟孫思堯或是說 跟高大的常人有對戰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對 基本上李冠義 在我來看一定是十二人名單的啦 那在十二人名單裡面 你必須要有更好的對抗性的選手來幫助你 那我姑且不論說孫思堯最後會不會進到十二人名單 可是李冠義在練習的上面就必須要對到孫思堯 這樣對他會有更大的幫助 三十比二十五 底線 五段的外圍再多的倒手 中間要破 三分外線 出手 沒有 中山高中前面已經有人 在準備跑快攻 林俊吉 放慢下來 再給吳彥如 吳彥如在第一節打得非常出色 孫思堯跟賴英傑兩個人互相卡位 籃板球孫思堯拿到 這就是他的優勢 對 孫思堯跟賴英傑 賴英傑也是身高195 196公分的一個栽培的選手 可是現在感覺起來兩個在對戰起來 孫思堯似乎占了一些上風 孫思堯在昨天對南湖高中的比賽當中 得八分 另外他抓十六個籃板 其實孫思堯就是一個鼓弓型的球員 你不能說把球丟給他去做單打 可是他可以去幫你搶籃板 他可以幫你去做主攻 他再加上要求他在喘這拳的時候 去跟上自己隊友的進攻的話 他會有很多進攻follow的機會 因為他接觸籃球的時間算是比較晚一些 他基本上是國三去參加這個訓練營才被發掘出來的 所以其實他跟到松山正式的訓練其實才這麼一年的時間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可能比李德威 或是更有發展性或前瞻性 我覺得不一樣 因為李德威真的手非常的長 因為他的盾位也夠 然後其實德威是算屬於會跳的 他並不是不會跳 因為他的手長可能彌補他的彈性 可是德威是跳得起來的 我覺得其實德威比較 李德威有一個比較大的缺點就是比較容易受傷 對 他常常就是打在當中 其實不管在育龍也好 在中華隊培電也好 其實他的受傷機率非常的高 如果他能夠讓自己的身體更強壯一點 減少這樣受傷的機會的話 我覺得德威 李德威其實還是打得出來 三十二比二七 五分的差距 第二間比賽剛開始三分鐘 能加上有 有些超齡的拳手沒辦法打 不過加上能加上近年來了 能加上很多球員 包含了去年畢業的像王洪漢 大漢 還有李坤宇 他們都是去這個健行科大 這個劉夢族教練 就是在這個健行科大 三十二比二十九 目前雙方是三分的差距 第二節比賽剛開始的時候 打了一個暫停 我們先休一下稍後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一休息一下 路風扶我 那算是要路轉機那件的時候 這個就包了 我們要問一下 如果要接受轉身 下車轉身 往裡面也出來 對 外面這一樣還是可以到 對 他這邊一打掉所以外面是不斷把照片打 要拿在什麼 這一個人沒有機會 現在上個動作外出 對 OK OK 不要讓他有多影響過 這裡面好 然後你會看到他可以在 對 對 對 我們在做一些 剛才是有些抓 不然 我們在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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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我們在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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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比二十九 宋正高中目前的取得三分的領先 距離第二節比賽結束了 還有六分之四十五秒 剛剛喊出暫停 回到宋森的進攻 再給高過豪 高過豪外線出手沒進 而且他又是一名左撇子的球員 很多運動當然左撇子都還是佔有一些的優勢 的確 左撇子不好手 說實話他們出手的節奏跟他們出手位置 跟我們一般的防守都比較不一樣 即使現今很多運動 左撇子當然已經有比較多的一個趨勢 但是這個再怎麼多 右撇子還是在場上是最多的 可是我發現棒球選手是不是很多左撇子 對 應該說現在是 慢慢會改練成右頭左打 他是右撇子 但他從小開始練左邊 因為他跑一壘的時候可以比較快一些 這個是運動的不同 因為棒球他打出去跑一壘的時候 他就可以比 靠近一點點 對 比右打者快上可能大約兩步這樣 好球 所以這個就是天分嘛 你完全不知道他要傳哪邊 你站在中間你預測他要傳右邊 就是他哪一個看左邊傳右邊 是 看右邊傳左邊 這就是天分 我覺得這交不來的 在丸ogy中 這邊 討論 敷衍 接下來看一下 這是剛剛高國豪的傳球 所以他在空中停留的時候還可以想像他決定要怎麼打 李冠義 萬仙出手 不進 我進攻籃板被男人再拿到 看一下再出手沒有 孫思遙抓到籃板 孫思遙這個時候被追進攻犯規了 然後裁判認為他手肘打到賴英傑的身上 對 他這其實就是要 講多練 多打 都好 就是他有這個天分在 你說他是故意 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想要把球給保護下來 對 你要知道你要把自己在哪一場 要換成這個 拿彥如來放 所以你要看這邊 加神 加神 像原廠我已經跟你講過 你要叫我做好籃板球 這邊 你不要叫我到底 關於 然後這個每次的80%是籃板球 20% 只有掉的都20% 十組在這邊 來 OK 這樣防守 做得很好 OK 三個小的可以換 他們會切很深 我現在不要再等 你可以下打壓或多一點點 然後再退 這樣聽 聽清楚了沒有 來 第三個動 要求 OK OK 好 來 Go 來 陳文在那邊 來 小賽這邊 OK 1 2 3 這裡 跑球界小賽 這裡 Pick and roll 球進 還是一樣 這一個人 啪 這一個人就啪 來 這裡 聲東極西 這裡 小賽 出手 來 5分19秒 第二節比賽 告一段落 目前比數的是34比29 左邊的就是林育正教練 當然他也可以 可能因為同樣都是高中籃球教練 跟其他教練來交換一些意見 那今年的這個 這個亞青賽 這個 是在這個卡達來進行 嗯 其實我想是 許慈欣教練 坐在 呃 林育正教練的旁邊 也是在探討一下 討論一下 今年到底有哪些選手 可以選進去最後的 呃 先是大名單 最後再決選名單 因為畢竟高中教練 其實大家都是好朋友 雖然球場上面要見真章 可是私底下 包含交流 包含訓練上面 都會有一定的討論 阿龍教練對於 裁判之前吹判好像有點不滿 他是認為說有犯規了 但是 裁判盤而是判了一個失誤 34比29 再給他底線 有一點被包住了 沒有很好的機會 能再出來 中間給 李冠毅 再來素腳出手了 有了 34比31 搜判高中現在是 舉了三分領先 高國豪 找底線的隊友 撥出來之後 被能仁給拿到 吳彥如已經殺過來了 在後面他球被抄走 孫思遙 高國豪抄的球 是 再會給高國豪 好 好 對 好 對 另外就是有些球員膽識可能很難交 對 因為你會不會去場 當然這可能會跟當你後天的一些訓練還是有關 可是跟你先天的 就是說你是不是就是一個 所謂的Big Time Player 大舞台選手 可能也有很大的關係 對 因為有些球員 你講他雀場 他就是膽小啦 講明白一點 他就是膽小啦 他在球場上面 你叫他做什麼動作 反倒現在是沒什麼觀眾 你如果像高中年賽 最後冠軍賽的時候 這麼滿場的觀眾的時候 他其實有些球員會害怕的 那你這個時候 教練要怎麼讓他上場 或者把什麼決定權交給他 那非常困難 對 那高國豪就是 看起來只是不太會 確場的選手 對啊 其實他現在 對戰到的全部都是學長 都是他學長 年紀都比他大 像他剛剛這個處理球 他拿到球的時候 他已經知道 對方的防守者要撲上來 所以他是自己去運了 那麼一下球 加了一個power 能夠對 增加身體的對抗性 對 好 能加上也把背號 八號的 也這是國三生高一的球員 歐斯組給換上來 苗栗大輪國中 這是JHBO的得分網 好 好 許軒瑜在籃底下 一個打對方兩個 對 這是許軒瑜的打法 身體BODY COMPACT 直接身體就扛上去了 對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全球場上面 除了李冠義比較壯之外 下一個就是誰 就是許軒瑜 身體的那肌肉的訓練 我覺得他其實在國中開始 大輪國中就有這種身材條件 到了高中 在黃教練教導之下 當然會不會變得更壯 剛剛他是把他學弟給撵過去了 這波成功的防守 結果造成24秒的威力 不過像許軒瑜他反而是 對他來講這個身體的碰撞 反而是對他來講是比較有力的 對 其實每個選手不同 就是你是要用一些比較技巧性 或比較靈活的方式來打 那對你比較有幫助 還是像許軒瑜 他有這種身材條件 可是如果許軒瑜還要再往上的話 他要知道 再往上面跟這個階層的比賽的選手 每個都跟他一樣撞 那他該怎麼樣去做生存 必須要再加更多的一些技巧 剛剛高國豪 待會兒如果慢動作外面重播的話 大家可以來好好欣賞一下 他怎麼從三分外線殺到籃底下 這具備了非常多的技巧 38比34 籃底下轉身單打 想要討回來但是並沒有成功 被犯規了 1分45秒 第二季比賽高段落 1分45秒 好來看一下剛剛高國豪 怎麼從外圍殺進來 過了兩個人又騙了一個人 所以他的肩膀做假動作 然後再用腳步的轉換 對其實我們覺得球員難守的地方 就是你的假動作難守 可是你的假動作 不是只有持球的假動作 就是你整個肩膀也好 你的腳步也好 你的眼睛也好 完全都在做假動作的時候 其實防守者真的不知道 你要傳還是要投還是要上 這就是真的一流的球員 38比34 做到底線之後呢 出手短了 打打球被送到高中給控制住 這球到藍底下 差滿得分 現在感覺起來有個小小的建議 倒是可以給 不管是一般的教練 或者是高中的教練 我覺得我感覺起來 現在各隊在拿到籃板球的時候 對球的保護非常的好 可是相對他outlet的時間 外傳的時間就非常的慢 不然球進之後傳外面的球 也是非常的慢 所以我們看像這球 他投進了就慢慢的走出去 把他還加上一個轉身 其實你第一波轉換快攻的時間 都沒有了 這個其實應該是要去受到 就是各個教練應該要去 去重新教導 因為我看到 不管是日本隊 韓國隊 當我們球進之後 你如果不去做staball 你兩秒鐘 你已經被反快攻得分了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習慣的問題 包含拿下籃板球 怎麼樣最快的方式 能夠把球往前掌握 往隊友outlet的地方 接應的地方去做傳球 這是非常需要去立刻去改進的地方 對 籃球場上什麼得分最容易 就是快攻 就在對方半場還沒有站好的情況下就得分 以多打掃就要找到最好機會 是 這球給中間給得漂亮 可惜出手不進 上半場比賽告一段落 好在半場比賽打完之後呢 目前比出的是42比39 松山高中領先 中文字幕提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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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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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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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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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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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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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 观看看看 观看看电 兩個裁判不同意見 後面的裁判先想要吹一個翻球 運球的翻球 可是前面裁判給了一個是不合運動道德 最後還是給了一個違反運動道德的範圈 對 前面裁判應該是看高果豪這個動作說認為有沒有翻球這樣的情形 我兩人因為是同一時間把哨子吹出來 所以才會有一些些的爭議 五十二比五十 蘇蘭高中進攻 蘇蘭高中目前是兩分落給人加傷 外線出手 球出界 蘇蘭高中在利用這個時間換人 上半場打得很出色的六號領雲辰再回到場上 對 這個選手還是要解讀比賽的能力喔 對 尤其松山現在處於一個落後的上半場領先到現在已經打到落後 然後自己球隊已經犯規五次 你在對方發進來之後 對球加壓可是有下手的動作 這樣隨便讓對方站上罰球線 分數又被越拉越開 這非常不聰明的一個防守動作 對 許菅瑜很快被這個教練的交過去 這個提醒一番 對 其實高中球員真的要特別注意喔 除了教練提醒你之外 就是說 你還是要自己能夠解讀比賽 包含時間 包含現在狀況 你都要自己去能夠了解 因為並不是每一球教練都要跳起來去告訴你該怎麼打 對啊 不然教練太累了 而且沒有辦法幫助球員 球員有些場次 就是比賽的確是球員在打 那如果你們所有的責任是丟給教練的話 那乾脆教練上去打就好了 而且現在這個高中也畢竟有打過幾年的球了 沒錯 這跟國中 那真的是剛開發的產品 或是剛開發的教育是不太一樣 你到高中這個正規出來的 應該少數大概都有 五十之一百場的比賽經驗應該跑不掉 對 絕對有 絕對有 好 觀眾 雖然高中這邊平民的換人 再把九號的丁正如給換上來 剛剛是對李冠義呢 有一個違反運動道德的犯規 兩分四四秒第三節比賽高端 郭文維 coisa 就進來把對方頂了一下 造成的犯規再來發生 高國豪這球防守的協防也來得非常快 原本想要製造自己的一個 對方的一個進攻犯規 可是裁判還是給他防守的犯規 這節雙方的犯規比較多 所以就有比較多的罰球機會 特別是松山 這節松山很快就進入到架罰狀態 第二罰也進 五十五比五十 其實我們現在有看到能人 他的全場站位其實只是假的 就是想要延避到松山的一個進攻的時間 然後慢慢再推回去 還是守到原本的一個區域的防守 敵俊現在這防守也讓松山的進攻陷入一個低潮 不管是自己外線的投射 快攻也沒辦法發揮 外線也沒辦法投進的話 現在倒是能人已經到領先到五分了 他的目的其實就是要延避一下對方的進攻而已 對 他沒有想要任何像松山現在那種全場的壓迫 其實松山要知道他自己你看 現在立即 他現在已經進入到加罰 他就應該要去審慎的評估 現在這種防守是否適合 因為裁判已經針對你這個防守不斷地去吹盤 那就不斷地給能人很輕鬆的站上罰球線 從我們剛剛從第一球開始到現在 基本上每一次的進攻 能人不是自己的進攻喔 完全是站上罰球線去罰球得分 這個犯規又再把能人加上九奧的吳彥如都送到罰到線上 押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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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第三節後面越打越有信心的呂嘉誠 在底線標進三分 他已經每個球員因為每個人都輪流站上罰球線 把自己的信心給打了回來 的確松山現在會陷入一個苦戰 呂嘉誠在底線接應之後 在對方防守還沒有站好情況下 再得分 我想上半場許信澤教練也談到說 給予一些計程教練的建議 就是你的Ala Pass要想辦法快 因為最好得分的方式 當然就是所謂的快攻 就是Trasation這種方式 翔先生得分絕對要比你三分線投射的分數來得高 可是現在感覺起來 每隊三分線的投射非常的多 那當然希望能夠進 可是三分線命中率真的不是 不是每天都可以投那麼準 那你如果投那天不準的話 你難道這樣比賽就放棄了嗎 還是要換得另外一種進攻的方式 差點掉 還有時間嗎 剩下最後三秒鐘 外線標進 能人打得非常有耐心 歐斯組在這樣比賽表現得滿不錯的 這也是屬於一種算跳極深 我覺得跳極深打到跳極深 改到底線這個球危險 被超走了 那也讓能人加上了還有最後一集的機會 吳彥如 再給歐斯組 歐斯組 大共擋右近了 能人加上了在這一集 不但分數越過去 而且還拉開 三點結束之後 68比55 比賽 我們先不要重新來 不要重新來 要重新來 重新來 OK OK 不要你先來 在這裡 先往裡面壓力再來 不要重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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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發車在這邊 另外 這一個 再打一個 這個打完之後 他是要接力 我們家屬的部分 是一個地方 這一個在打 這個手沒有 在要求手 好 可以嗎 OK 後面盪著 來做手要接手 在這邊 先進去 這邊 這邊 都可以 做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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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重新來 不要重新來 小麥來 直接就直接走 跟他平台 直接走 或是 對 對 歡迎再回到 2014亞青藍藍選拔賽 三年打完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在第三節 能加上 29對13的攻勢 也使得上半場打完 他們原本落後三分 但三年結束之後 現在道領先13分 加油 最重要 最大的差別 在松山用全場防守的時候 造成自己非常多的犯規 一犯規的時候 送給的人 很多的一個站上罰球線的機會 而且是不同的人 站上罰球線 他們這些球員 慢慢地利用罰球線的 一個簡單的投籃 找回自己的手感 再加上外線的投射 然後讓分數 能夠拉開到這麼多 是 現在第四點比賽開始 一開始 結果 賴英傑被吹了一個 非法掩護 Move in screen 這個球員要回到 松山高中的手上 那掩護 在你幫隊友做掩護的時候 我們先來看一下 裁判剛剛吹的是 非法掩護 側身 他縱使腳沒有動 可是他上半身的移位 也是裁判要抓的一個重點 沒錯 這個是一個 算是一個很棒的教材 這是完全無誤的吹判 沒錯 你在幫隊友掩護的時候 就是 你要想像 裁判 裁判在教學 就是裁判在講習的時候 就是有談到說 你要把它想像為一個 直立的電線桿 對 那電線桿會動嗎 會歪嗎 也不可能說 好 我下半身不動 我上半身還是有做側身 其實這是一個好的吹判 可是現在其實在更高等級的時候 其實在給擋完人的時候 我順勢的一個轉身 那如果你連腳都不能移動 上半身不能移位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 我擋完人的時候 你從我前面跟上去 我還可以利用 轉身的屁股去擋你 裁判不吹 可是我們的確 還有很多裁判 對這種動作是覺得 是不是犯規的動作 可是其實這是可以討論的 第四節倒是一開始的 能加上兩範 還打不到一分鐘 對 孫南高中的罰球 就是被要十三號的 陳偉珍的罰球 陳偉珍 是不是進場過早 這把八 arrogance Weight 打 這球底線的球員沒有接一口的方式 對 其實你最好的壓迫 就是要讓對手不斷的去做 運球或者是快速的傳導球 造成對方的失誤 而不是說你要把球超到 其實在第三節的時候 松山的球員一直讓對方的運球 他想要去超球 所以更多的犯規 讓對方站上罰球線 可是像現在 他並沒有要超球的動作 反倒讓對方傳球發生了兩次的失誤 目的是要延誤進攻 或是要命中力降低 而不是說 人人都想要當超捷王 對 他們都想把球超下來 相對的 進攻者也想要護球 那我一護球 你一超球 當然身體的接觸 就給裁判推判了一個機會 68比57 丁勝如待一步之後 急停 出手不進 能人加上抓到籃板球 李冠義 怎麼超大空擋 這次沒進 我籃板球還在能人手上 再拉出來打二次 我覺得落後的球隊 一定要保護好籃板球 增加你自己進攻的一個時間 跟進攻的機會 如果落後的球隊 你的進攻次數還比對方來得少的話 必須要命中力提高 今天歐司祖 這位司祖 今天三分球很準 我覺得他的確是看到高國豪 前兩天一直在講高國豪 打得多好 歐司祖說我也是國三升高一 你們也要看我 怎麼沒有人討論我 國中聯賽得分王 對 今天就開始討論 71比57 能人要特別注意 團隊也三範 對 鬆山在第三節後段所犯的錯 能人如果第四節也同樣發生的話 當然就會給予對方反敲的機會 對 不過鬆山她還要增加自己外線 像第一節她投身的一個命中率 像能人會把分數拉開這麼多 完全是因為歐司祖 在第三節一些外線的投射 對 還有他們一些快攻還有罰球 才能夠讓分數領先到十幾分 71比59 這場比賽最後還有8分11秒鐘 這個球危險 鬆山高中把球可以抄走 三分外線大空到出手 沒進 對 這就我們講了 你得到了這個出手的機會 你要再把自己進攻 能夠拿下分數 才能夠把分數給抄前 鬆山高中的犯規 不過鬆山高中在這集的團隊犯規 才第一次而已 整場比賽剩下8分鐘 鬆山高中又把球給抄了回來 哪裡下放進 十三號的陳偉珍 十三號的陳偉珍 回到十分的差距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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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 回來 李冠一做一個假動作之後呢 中距離 對 還是要李冠一的側硬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有沒有發現 或者力群你有沒有發現 李冠一的確在中距離 或者籃下的 他的進攻能力比外圍要好很多 外圍他是投得進 有辦法出手 可是他的出手啊也好 外線的處理球 都比現在籃下的深色一點 轉型就難免會碰到這個陣痛期 七三比六十一 可是如果你想要繼續往上發展 你勢必一定要轉 他的身高不轉真的 到了後面真的非常難打 對 他垂直彈跳的爆發力真的很好 可惜就是 接下來好像就沒有在 沒有在長高 我們講一個 也是能人的球員 吳建榮 吳建榮 對 吳滴 他的原地的爆發力也非常好 然後他的外線也非常好 可是他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 他後來在轉型跟轉運不轉當中 出現了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就變成他被局限在變成說 只有一個拿籃板一個三分投射而已 七三比六十 高國豪回到場上 余嘉誠 出來吳彥如站在底線 那底下轉身 膽打擊 這是被曜十號的王永成 當換上來 這個罰球並沒有罰緊 但是造成孫思耀的防守犯罪 七十五比六十一 能人加傷十四分領先 還有六分三十秒 這場比賽高一段落 林勝魯的外線出手 有了 其實第一勝魯也打得非常好 要不是他第三節有那種 爆人的違反犯規 我倒是覺得他也是一個 也算是一個名譽之心 因為畢竟他掌控節奏 或外線的投射 其實都是不錯的選手 可是最重要 你要當為一個好的選手 你就絕對不能腦衝學 好 回場的尾利 沒有注意到呂嘉誠 結果自己就運到後場去了 其實這個球場的線 也讓我蠻困惑的 對 因為比較少球場 是用淺藍色的線 來化為籃球場的線 那再加上這球場 是屬於綜合球場 所以旁邊也有羽球線 然後也讓 還有另外四 兩座球場的籃球線 所以我覺得這球場的線 讓我非常的混淆 不過台灣就是 真的有蠻多球場 他都屬於這種 所謂多功能性的球場 綜合球場 對 並不是一個所謂的 專屬的籃球場 就會有這樣的困擾 那一般這個 學校場館也是這樣子的 因為通常一個學校裡面 大概就一個場館 對 要上體育課 是啊 那有時候就很麻煩 剛剛在國外是 尤其在美國 美國像 有些像 體育軍外那些知名籃球隊 他是 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沒錯 這個球場面是給的 進攻犯規 進攻犯規是不予罰球的 不過 能加上現在已經 讓對手進入到 加伐狀態了 能加上已經是 午飯 接下來五分三十三秒 能加上也有些麻煩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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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對手都已經看你上來 對手又是一個很有經驗的選手 當然會製造你的犯規 應該是許軒瑜 他已經是放滿畢業了 無飯 這場比賽表現得沒有像 前面幾場比賽來得好 這怎麼回事 黃教練似乎還不知道他無飯 好 場邊有一個暫停的出現 這是能加上喊暫停 七十五比六四 我們先休一下稍回來 請多多多點 十五比獎 有了 更多是 有了 有了 是 你看 法定人數不足 5分17秒 這場比賽高一段落 目前比數是75比64 加上是取得11分的領先 剛剛如果是犯規吹在許軒瑜的身上的話 許軒瑜應該就是午飯了 他這場比賽是沒辦法再上場 對 他現在也只能回到板凳席 今天加上比賽打得比較悶 其實我想許軒瑜如果要更進步的話 他要打得聰明一點 像剛才那個犯規很明顯的就是 你要自己知道自己已經四次犯規 所以你在防守上面什麼時候該放 或許黃教練要你去壓迫上去 可是你也要知道自己是幾次犯規 那如果你不敢防守你要讓教練知道 這種球我必須要放掉 否則我就會像現在一樣 我必須要做到百分之三 所以這個還是可以溝通的 絕對可以溝通 就你要讓教練留在你場上是要你的進攻 並不是要你現在的防守 好 那你現在要我防守 我就會有這種衝突性 我要守 我被過 被過隊友的協防 我想這個都是可以去做一些彌補的 發動快攻機會 出手沒有 全把球收拾在拿到 進區小打大沒有接待 孫思堯抓進了軟板M1 這就是我講孫思堯的重點 重的作用跟他的重點 就是他不用自己去持球 反倒是當隊友出手完以後 去做一個增強以後 再去拿分數 其實這是我們高個子都要去學習的一個方向 王永成的身高也有194公分 我這個犯規中了 讓他上去休息 再把賴英傑換上來 另外現在能加上再換人 五號的陳柏宏回到場上 75比67 快點 走不為力 能能如果想要現在能夠把分數穩住的話 最重要他們小個子球員上去側硬 好現在是松山高中請求站定 時間還有四分四十二秒 等一下直接再手三 改手三 三分箱踩住 OK 我以為他頂住 OK OK 一樣再斜 OK 真實一樣一樣再斜 後面就是basket 跳出來 這邊接手的時候這邊就鎖了 就鎖了 可以嗎 這邊也鎖下來 下面鎖小一點 OK 可以嗎 那破全場你不要急 有什麼好急的 跳 跳 一個橫擋 出來接 OK 他這沒有接到你一個擋完之後 再回來一次再接一次 可以嗎 OK 好 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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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1 直接再三 走三 還有四分四十二秒 這場比賽高一段落 75比67 男人家是阿阿 目前仍保有8分的領先 三連打完之後他們是領先13分 最後的四分多中的決勝棋了 如果這場比賽是松山高中獲勝的話呢 就是松山跟南山 今天的比賽就是要來拚冠軍 這是算是比較單純的情形 不過當然這次的比賽 這冠軍其實並不是最大的重點 還是在於說到底哪一些選手 可以進入到最後的培訓國手 對 這球最後是被操作 呂嘉誠在這波防守上已經在預判 但是裁判最後還是認為他有犯規的情形 對 其實楊宥翰今天打得非常好 我在前兩天的比賽並沒有看到 他有多少的上場的機會 不過我發現他今天的動作也好 出手也好 其實我想黃教練應該給楊宥翰多一點的機會 這球也拔進 這球也拔進 現在松山高中追上來了 非常有韌性的球隊 這個也是前面許教練談到說 教練的風格 就是他的哲學 他的風格 黃耀龍教練也就是這種硬攬打死不對的 這個應景精神 除了這個之外我想高中生的一個穩定性 第三節能能可以很輕鬆的破松山的一個全場壓迫 可是反倒第四節怎麼感覺都好像不會破 所以現在剛才楊楊教練喊讚你的時候 特別會跟他跟球員講說 你就慢慢破 要慢慢打 為什麼會打成現在這個樣子 這些孫思堯不錯 打得跟All Star一樣 這是我講高個子球員要的東西 就不斷地去搶進攻籃板 如果隊友不把球給你 你不能跟我說那你就不會打 因為我拿不到球 你就自己搶 其實孫思堯就是有這種韌性 你不給我球 反正我拿到球 我也不能做多少的動作 可是當隊友出手之後 他不斷地去追蹤籃框 追蹤籃板球 然後去得到二波的進攻機會 這才是現在幫助松山最大的一個地方 前一場比賽搶了十六個籃板 孫思堯 真的對他有蠻多的期待 沒錯 75比71 對 對 對 犯這個歸就跟第三節一樣 犯了同樣的錯誤 對其實現在是一球差 就是你已經追上來的時候 差一個三分的時間 三分的機會 你應該在防守上面特別不能去犯歸 讓能能又輕鬆站上拔球線 如果你能夠好好的守住這一球 然後我想能能現在就會開始擔心了 因為你守住這一球只有一球的差距 跟現在站上拔球線有兩球的差距 是非常大的一個差別 這球再拿回來 造成了犯規 高國豪現在要來拔球 只有這個三分十三秒 也有可能會演變成兩隊的拔球大戰 好 加油 加油 這球再被要回來 進攻籃板拿到之後轉身之後出手等分 而且只有兩分 應該一分還是要給孫思遙 要是沒有孫思遙進去撥到這個球的話 他們也沒有這個兩分 我又是下手的犯規 讓對方來罰球 這個四號的楊宥翰已經是連續兩次這樣的犯規讓對方來罰球 對 我想松山的球員是很聽話啦 很聽黃教練全場壓迫的這個話 可是重點是你要自己知道說你壓迫當中怎麼樣不去犯規 因為裁判從前一節開始都針對你這樣超球式的防守 跟貼身式的防守都有吹判 立即的吹判 那你第四節你現在在追分的階段 你還一直去做出這種挑戰裁判的行為的話 當然裁判還是會繼續判 現在再換人 孫思遙把球給recover回來 要回來周旦立下轉身 短的 來 arth生 中中 크�ing 冠主 一冠一 轉移 枷丞 現在把攻擊範圍下來要打一個 serve play jack play Ank? 其實能人家把上做得最好的地方 結果她去破區幹嘛 不斷地轉換邊 愛對方而去找到最好出手機會 縱使沒進 你也是讓松山的防守花了很大的體力 防守比較被動 防守就是要跟著跑 對 他們不斷地去做轉換邊 才是破區域最好的一個方式 倒過喔 這球再給出來 進 這是三分高中九號的 丁聖如的分 這兩隊平手了 所以我們就說丁聖如 他不能腦充血啊 球隊還是需要他的 現在過了兩分鐘 七十八比七十八 現在雙方形成了平手 李冠穎 在中間拿球 李嘉誠萬仙出手 再打回來 八十比七十八 丟到籃底下 這球轉一圈之後沒有進 但是孫思瑤抓到進攻籃板 這球有點點可惜啊 對 可是他還是想要進攻籃板 我想他這場球的籃板球 絕對也是超過十個 而且尤其是進攻籃板球數 雙方都有這個強心臟的球員 現在回來先看孫思瑤的罰球 第一球歪了 我想雅清賽啊 我們絕對會碰到這個問題 就是你碰到國外高大的選手 發了籃板 我們該如何去把球卡下來 如果能仁現在裡面有幾個 是能夠選到雅清國手的話 他必須要審慎思考 你如何去把孫思瑤卡下來 你如果孫思瑤都卡不下來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卡到國外其他 更高大的選手 籃板球孫思瑤再拿動 這個是體能的狀況還是單純他可能 手感 他出手的一個感覺 跟他一個處理球的一個方式 其實孫思瑤他follow到籃板球之後 finish的動作 他是直上直下 可是在出手的動作 手腕的運用上面 真的做得並不是很好 能怎麼樣加強 我想他的手腕的運用 手腕的一個肌力的加強 包含他在籃下 不斷地去做訓練的出手 我是沒有看過孫思瑤的訓練 不過一般在國外來講 手上會給他兩顆球 不斷地在籃下去做左右 兩顆球 不是只有一顆喔 一顆球其實沒有辦法增加 你訓練的手腕 因為你大部分會用一隻左手 去護住右手 右手去幫助左手 可是當你兩顆球的時候 你兩顆球都要求要進的時候 你手腕自然而然就會去 加強這種球感的動作 是 這個球差點失誤 應該有點走步的嫌疑 對 其實劉夢族教練一直提醒球員 要放慢下來 因為他有優勢 要用換歸贊出了 因為已經是沒有時間了 這要送能加上9號的球員 到發流線上 其實我覺得最可惜的地方 就是剛剛追到三分差 那一個犯規 如果你沒有犯規 去好好守這麼一球的話 你不讓對方罰球 站上罰球線的話 我想松山追平的機會非常大 那我們現在看到能能能 能夠再把分數拉到這個比 比較安全的分數 完全就是罰球 好 松山告中間要喊暫停 三十四秒鐘 這道比賽結束八十比七十八 來 詠誠上來 詠誠上來 一場雙方 雲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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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三個大的在下面 我們現在就要抓籃板 OK 三個在下面 孫志堯那個停一下卡住 不要讓他進來 第二波太多了 他在你面前就要跟他配掉 正面對他卡位都沒關係 所以不要讓他進去 一走後門這邊出來 孫志堯這一點就直接頂住了 不用背面卡 正面卡住 沒有 這個人只有 因為這個人會捨他 外面要卡住 OK 來 加油 加油 一 二 三 第一時間 這個時候直接看四腰這邊 認真是假的 所以這個人直接繞過來 這是誰 不穿故意看風 對 我跟這次 抓完以後全部 抓一下 然後搶一球 不要犯規 34秒鐘這場比賽告一段落 能加上當然現在贏球的機率非常非常大 這個7分等於是要有三波的進攻球權 要再扳回來的機率其實不是 不是很容易 尤其 尤其這波進攻一定要立即得分 如果沒有辦法立即得分的話 其實會 時間上會稍嫌不夠 對 老板球再拿到 金正如外線的3分球砍進 這個球砍進之後的能人喊暫停也不敢大意 現在雙方變成了4分的差距 時間剩下最後的25秒 來 伯龍上 伯龍下來 伯龍再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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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龍上來 小曼翔 直接扳那個高的 加成發一樣 高的 直接就跟裁判長一手高的 我要翻過來 我一句故事 彥如 我推他就放了 然後球在空 他一... 翻譯在這邊 老婆嗎 伯龍 伯龍 都直接做橫打 就跟裁判講 你要翻人規 出來接球 做很大 出來接球 這一接到球之後 做交叉出來 他現在會犯規 真的說了 會犯規 OK 手把不好用 OK 他如果沒有犯規 就一撞 OK 一二三 85比81 4分的差距 劉夢竹教練呢 現在應該在 也算是在健行科大 所以很多 能加上畢業的球員呢 現在也就會去這個 健行科大 健行 健行 今年比較可惜啊 在UBA第二級 並沒有順利的打入第一級 所以他明年還是要留在二級裡面 蘇南高中立刻採取了範圍 這點倒是蘇南高中在執行上 是非常成功的 檔主 воIA 就是我們來把פר 做得厲害 尤另一 само 每個時候 потреб 二次 主持人 能加上現在是 這個背號五號的陳過紅的罰球 第一球罰禁 第二球罰禁 比數現在還是能忍的87比81 取得六分的領先 時間剩下不到24秒 第三球罰禁 這個是 這裡 這個是一號決 他們這邊來不及還原的時候 你們就要先踩出 三分先踩出 然後再把他推回去去去 三分先踩出 OK 可以嗎 用最中間一樣 三分都要先跟 他推回來之後你才可以還原 OK 他回來還原的時候 直接放給他 二對二 不能放掉 OK 來擺放 來擺放 小丁一發 對 好 一給 啊這個一發 如果 如果不能給 一給這邊 這邊做 screen 變成國豪 小丁 因為他們會過來 就這樣 所以小丁再來投一次 OK 好 來 一 好 好 時間不到24秒鐘 這場比賽高一個段落 87比81 而且能加上了戰士取得六分的領先 這一定得要快速進攻了 但頭不進 當然比賽就高一個段落 差點還被抄走 丁聖如再給他底線 我底線這邊有點被對位出 高光再出來 丁聖如外線 出手 能人再喊暫停 這場比賽在最後還滿有趣的 這個小丁好厲害 兩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三分球 要搶邊的球迷了 看得樂不可知 還有機會 丁聖如一左一右 還可以抄 差不多立刻犯規 動結 比賽時間是六點一秒 對 對 這個是包家的人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全部 全部switch 先開始不要switch 好 四號球員 五號球員沒有switch 一跟二跟三 全部一二三四 一關一那邊沒有switch 然後開啟操球 這樣聽 一二三四 switch 以關一那邊沒有switch 好 這樣聽懂 第一個 因為發球會發進人 一般來講 OK 盡量不要拉反倒 他一拉開的時候 被手拉出來 直接選 他要犯規自己把球 就直接抓自己 OK 給拖一點時間 聽懂沒有 輪轉以後 沒有抄就犯規 一二三 聽懂嗎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次抄球 第二次包家 第三次輪轉 抄球沒有 那聽懂 加油 加油 十六點一秒 八十七比八十四 丁聖如的這兩個三分球 也許能加傷 還是喊了暫停 那現在對能人來講 就是發球要發在 對的人的手上 對 差不多了 就是差不多就要立刻犯規了 花了差不多三秒 對 能人還是有拖到時間 就像教練講 不要讓他立即的去犯規 這能人要的東西 也有的確有做到 是 現在 順思瑤再上來 能人加上現在是要呂嘉誠來罰球 第一球罰進 對 罰球的穩定性還蠻高的 請不覺得能人今天如果能夠順利贏球 最大的關鍵就是要罰球 從第三節開始到第四節 能人不知道站上多少次的罰球線 對 第二罰球也罰進 好 八十比八四十三點二秒 對 如果松山現在已經沒有暫停的話 機會就比較少一點 哎呀 致命失誤 謝謝 這個再回傳的話 致命的是要攻掉 他要切進去轉換邊來攻 如果同邊的回傳 其實就是鄭重能容的一個陷阱 也是松山的十三號 陳偉珍那邊可能就要出手了 對 其實時間不夠 你十三點二秒 你船過去運了兩球 急停投掉 教練都不會怪你 如果你要再轉換邊 因為你現在是五分差 並不是三分差 扳不到 對 那比賽就結束了 好 這場比賽最後結束 八十九比八十四 最後是由能人家傷逆轉 擊敗了松山高中 謝謝休假載 來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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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球來打一球 一球接著一球 跟手拍Parkour 通通情節流流 POP Parkour 就位 Ready Go! POP POP ilde 讓杯 D 用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